西方的早餐永远少不了的主题就是沙拉 但是我觉得它比较特殊的是 它放了彩椒 然后呢 还有这个类似于某一种卤烙的 但是它正确的名字我叫不出来 它没有什么具体的味道 但是可以肯定应该是奶制品 腌黄瓜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这个 这是鱼肉 我之前有尝给的 有一点点鱼的腥味酸酸的 然后还有油 好了我现在要倒一点油了 因为我吃不了那么多 所以我就只要了一点点 然后就是各类的起司了 这是一定少不了的 再就是火腿 比较有特色的呢 是芬兰特有的 别的地方可能没有呢 就是这个燕麦粥 它们这里并没有水到 所以它们是用燕麦来代替 燕麦粥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味道的 就是需要去吃 加一些梅子之类的东西 调和一下 这边是肉的区域 肉的区域通常是我最期待的 培根 香肠 然后呢 这边有酱 酱我没有试过 不知道什么味道 鸡蛋 然后还有是这个松饼 它们吃的比较油腻的 就像肯尼饼一样 加上奶油 热量太高了 再加上果酱 但是这里的果酱真的非常的香 因为它们梅子类非常的丰富 森林里大把 这个都是黑麦的面包 它的口感会特别的粗糙 然后它会做成像右边这样薄薄的 也会做成就是不同类型的 一般你吃不完的话 在这边切一小块 切一小块抹上黄油吃 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在芬兰这边 有哪些滑雪场比较知名的 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内围滑雪场 是芬兰最大的滑雪场 那边的游客非常多 然后除了类围以外呢 除了类围以外还有威拉斯 都忘记了 所以就是当地人 所以就是当地人也会去到这些 特意去到这些滑雪场 而不是说在他们居住的城市周围 就都有滑雪场 如果要高山滑雪的话 那就一定要去那些滑雪场 哦 就周围会有些小型的 但是要到高山的 那城市周边就可以了 哦 激动的河上也可以 而且内围的那个滑雪场是 芬兰围以一个有高山世界杯级别的滑雪场 哦 是每年是一月的世界杯是在内围 原来是这样 好的 那如果当地人滑雪的话 他那个费用大概是多少钱呢 费用 一般 费用包含就是电梯上去 上去一天 然后还有滑雪场的费用 他按小时 他有按三个小时算的 还有按天算的 还有按滑雪计算的 嗯 那我们可以去到之后 再看一下那个费用 好的 酒店和公寓酒店 大概可以住四千人 然后大多数都是住在屋里面 那屋可以容纳多少人 How many people can stay in the cottage 那屋就是两万五可以住 所以两万五加四千 也就是说这里大概可以容纳三万人 Specially Finnish people British people Germans the name of the cottage 有芬兰人 然后英国人 然后德国人都喜欢住在屋里面 然后那个屋里面的设备都非常高品质 大家可以在里面自己做饭 就不用动就去那个餐厅里面吃饭了 然后他这边有三个超市 然后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食物 哦 这边有超市 那进吗 就在中心市 所以这个超市就是早上七点开门 晚上九点关门 Gitila机场就是从那边走 然后我们明天是做Gitila机场 我们现在往东走 然后我们就是在山坡这边绕一圈 然后这个电梯它的座位它是加热的 然后上面的盖子就是防风的 咱们右手边这个是一个垫 然后里面可以租用它滑雪的各种设备 然后可以买衣服还有买其他东西也可以 然后后面那边远一点的房子是一个餐厅 可以在里面吃饭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就是非常方便家庭到这边来滑雪 然后车停在那边 然后它这边还有滑雪巴士的服务 滑雪巴士的服务就是一直在镇上穿梭 穿梭对然后有人要滑雪的话就送回来 回去的话送回去 这边主要是给小朋友的一个滑雪区 然后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小朋友举行的各种活动 有趣的活动 像那边就是正在有一个什么活动 好了我现在换一下滑雪的设备 然后要准备去滑雪了 今天去北海盗滑过 它是零级水平 那个就专门滑雪买 在滑雪顺利一定要体会一下滑雪的 但是我们要去小朋友的地方 平凡的地方 这是我的师哥 好看吗 下雪了还是 一会我要翻准一下 看这个还挺晚的 一点也有天在这 好了 走了 就在北京的一个坡 那个叫 我们先捉了服装 借了服装之后 现在要到这个地方来借设备 这地方也有一些基本的需要的东西卖 像大鹅什么的都有 所以我们要注册一下 然后注册一下沈德华 就是要姓名 然后高度体重 然后才可以借工具吗 那个 接滑板吗 然后我们买 这是设备 去年轻的 我找到女人帮你 帮我找到36的鞋马 再把弄紧 拿着打印出来的这张纸 去借滑雪的板 现在已经出于不会走路的状态了 把刚才的那个单子交给他 他会根据身高体重 1米58到1米66 我觉得我应该换一个换一个矮的 我突然发现这里的支付方式有这个 好了他去找适合你的板了 来咯 我觉得粘体的滑雪服也很过瘾 好了来了 帮帮你调一下 哦 螺丝铭气 它是调按照你鞋的大小是吧 嗯 难怪这里要放 三个旗子螺丝 噢有头盔 他hot